好多石棍 哪都有你 死亡的味道 要是大新闻了 不会真出事了吧 越来越有意思了 你让我过去啊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车拿进来吧 你让我也过去啊 嗯 等着 确实有人饶味 这是 百花烟 我就是个房东嘛 收钱办事而已了 我哪知道 他们私底下是什么人哪 反倒是那个新来的 一个小姑娘家家 刚来 就和警察打交道 能是什么好人呀 现在可是在赵大海的公寓里查出了石块 而且我今天才刚到 我知道苏三住在这里 我也很意外啊 但我们是报社记者 苏三是我介绍过来的 她是我在荣城的好朋友 这才刚到深城呢 都还没入住 肯定跟她没关系啊 我也就是个租客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吴二姐的家 我们 只是暂住在这里 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警察办案关我什么事啊 真是 这鲁料就是供应商存在这里的 要我说呢 就是他们干的 罗探长救我 我这是个做生意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救我呀 罗探长 我能不能问他一个问题啊 问 这位先生 你认不认识 出百花香烟的人啊 不认识 他不是凶手 苏小姐 请你不要随意下定论 他身上 没有一丝烟味 而房间的卤肉酱刚旁 却发现了百花香烟的烟灰 在那些人肉上 也都是这香烟的味道 他竟然能从那么浓稳的 卤药气味中 补出掉烟味 苏苏 那凶手会是谁呢 我感觉 我们离真相不远了 凶手 就在这公寓中 真相 不会改变 擦亮双眼 就在眼前 下风中 照尽的光 黑暗中 传来的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